大家好,我是东哥 又好几天没有更新视频了 最近也实在是太忙了 单位的事情啊 家里的事情啊 忙得不可开交 完了以后还有养狗喂狗 给买家发货 确实事情也比较多 手机里面拍了很多视频 也没时间整理 所以说就没有发 很多朋友 很多网友啊 关心我的网友都在问我 怎么最近没有更新视频呢 就是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前几天把那只小鹿跟萨摩 还有阿拉斯加发走以后 现在手里面就只剩着一只 科鸡了 本来当天把这那几条狗 全部接到这边来 从狗厂接过来 接过来以后想给他们同时发走的 然后跟这只科鸡的主人 买家沟通了一下 他那边还想让我再帮他养几天 说最近没时间 过两天再发 就没办法 再给他养两天吧 这只科鸡给买家发走以后 我就不再欠其他买家的狗了 不对 还有一只边木 还有一只边木 可能还要再过一段时间 因为那只边木 当初跟买家谈好了的事 给他把疫苗全部做齐了以后再发走 当然他也是加了钱的 其实你给我加钱 我也不愿意再养着 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为什么我急着把倩买家的那几条狗 全部都发走呢 因为天气太热了 最近这几天还好 后面天气气温都能达到三十七八度 热的地方都四十度了 确实也没办法再发货了 除非你选择空运 空运的话 时间快 然后安全系数也高 但是空运的价格太高了 我这边一般都是发客运 客运的话在那个大巴车 狗肯定不能放在上面 上一层跟人坐在一起 只能放在下层那个行李箱里面 你要想这个天气那么热 地表温度都达到三十七八度了 大巴车底下那个行李舱 再加上这个发动机的温度 加上地面的温度 温度肯定特别高 所以说一般的狗都受不了 长鼻子狗的话还可以发一发 就是说短距离的当天能到的 最多也就是今天发明天能到 这个第二天能到的给他发一下 其他的都发不了 尤其是短鼻子狗 比如说八哥卡斯罗 然后法牛这一类的短鼻子狗 天生他就有缺陷 就呼吸不畅 然后气温一高了 更加是呼吸困难 有的狗你可能在那个 大巴车底下待一两个小时 他就受不了了 就给闷死了 所以说在这里也跟大家说声 抱歉啊 像这只客机的话是成都的 算路程比较远的 要先搭大巴车 然后转火车过去 路上面也要三天的时间 这只客机发走以后 就不打算再接远地方的了 在这里也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我是江苏的 我是江苏的 所以说江苏境内的 包括周边的省份 比如说上海 山东 安徽 河南 这些地方都可以发啊 然后稍微再远一点的 当天能到的 距离在 一千公里以下 能保证当天能到的 这样的话也能接 再远的我就没法接了 除非是你能选择空运 但是这个费用你要自己承担 还有在这里也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 凡是来找我买狗的 我给报的价格都是单独的狗的价格 所以说不要问我包邮嘛 第一狗是不不会发快递的 我这边是不发快递的 第二 因为你这个距离的远近 我也不知道 你像我们省内的话 可能就是近的地方 相邻城市也就是几十块钱 那远一点的话 百百块钱一百多块钱 两百块钱以内都能搞定了 这个运费 但是远的地方 你像外省的 有的距离远的一千多公里 两千公里的 那个运费都有可能达到 四百多了 尤其是需要转车的 转两次车三次车的那种 所以说大家就不要问我包邮嘛 因为我没办法 我不知道你是哪里的 所以说我也没办法给你判断你那个 到你那边的运费是多少 所以说所有的报价都是单独的 狗的报价啊 不包括运费 运费我们另谈 像这只小客机的话 它的运费就是四百块钱 因为它要从我这边发大巴车到长洲 在长洲待一晚上 第二天搭火车发到成都 光在火车上的时间 大概就是要三十多个小时 运费肯定要高的 现在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它应该已经到了 八点 八点钟到成都 现在已经九点钟了 有人说运费那么高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选择在你这里买狗 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比如说这条客机 这条客机是成都的一个网友买的 他在他们当地宠物市场啊 包括宠物店里面都打听了 寻了价 在他们当地买一只品项 跟这个差不多的客机的话 价格要两千多 甚至超过三千块钱了 但是在我这里的话 加上运费一起 也就是两千块钱 所以说他选择在我这里买 有一些网友想找我买狗的啊 你们也可以去当地的宠物市场去打听打听价格 如果说我这边 狗的价格加上运费超过你们当地了的话 建议还是在当地买 我不能说为了赚钱啊 就使劲的推销我的狗啊 你还是这个价格还是要对比的 毕竟不同的地方价格不同 比如说上海啊 广州啊 深圳啊 北京啊 这些地方 狗的价格都特别高 可能在我这里买 加上运费一起 还不到你们当地的价格 这个小科技已经发走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关注冬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